我再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特別是新增網站 但是如果說你剛剛做錯怎麼辦? 你不需要把它,你如果要刪掉或者要編輯它的話很簡單 這邊有個管理網站 也就是你剛剛設置過的全部都會在這個清單裡面 那要怎麼去刪除?這邊有個減號 這邊就刪除了,選它刪除 那如果你要編輯的話,你按這邊一直比有沒有 可以重新編輯 特別注意喔,我再把那個重點講一下 如果你用新增的話 一進來,需要改兩個地方 一,網站的名稱 二,就是這個 它的路徑 那這個路徑的話呢,就是在我這個根目底下 你可以把這個複製起來 如果剛剛等一下要用的話,你可以複製一下 然後切到伺服器 伺服器裡面按一個加號,新增 如果說你要在編輯的話,這邊也一樣會有一支筆 按編輯 那裡面要做什麼呢? 伺服器名稱 然後剛剛的路徑你可以把它貼上 有沒有,一樣的路徑 然後伺服器這個 UIL Web UIL就是 Local host 特別重要 不要打錯任何一個字喔 打錯任何一個字後面 就會發生 不可預期的錯誤喔 OK喔 所以 伺服器部分呢 1 2 3 3個地方 修改一下 1 2 3 對不對喔 然後再進階 進階的話只要做一件事 就是選什麼 選你那個動態的技術是 這個什麼呢? PHP這個就可以了 按儲存 這樣就好了 好,那最後按測試 這個測試打勾 你就完成了這個動作了 然後完成 我們就進入到 特別注意喔 我把剛剛東西刪掉 因為你們應該裡面是空的嘛 你可以把這條線 往上拉一點點 因為這個是一個面板 你上面的面板 不用小小的 因為你會發現它預設的話呢 非常的小 KK的這樣子看起來不舒服的 那我的習慣是這樣 把它拉到最上面來 這樣子 就感覺 你底下的網頁都看得到 那不過裡面完全沒有我們的PHP嘛 不過我第一個PHP要怎麼 讓它產生 那接下來 我建議做幾個步驟的設定 第一個 這邊有個設計師 我建議 我的習慣是這樣的 我的習慣是 因為 因為現在這個版本是CS6 那前面有很多很多的版本 這個好像是 第10還是第11個版本 前面有很多版 那如果說 因為我已經 從它第 2.0、3.0就開始用到現在了 大概10幾年前就有這個東西了 那我希望 相容於前面的 我可以改成什麼 這邊有個傳統 因為如果說 有些公司還在用9版本 沒關係啦 反正都相容 我建議用傳統 因為傳統 相對的 它有些功能比較好找 第一個 把它改成傳統的 這個 這個設計的 它的模式 原來是設計師 改成傳統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 就是 我們在這裡面 開一個新的網頁好了 新的網頁怎麼開呢 檔案裡面有個新的檔案 新的檔案裡面的話 這個時候請你找到一個PHP 這邊有個PHP 空白的網頁好了 我們選PHP 然後按一個建立就可以了 這個時候的話 你可以發現 它預設應該是 這樣子的畫面 設計 預設好像是設計 不過我比較習慣是 把這個設計改成分割 為什麼呢 因為你分割 可以程式看得到 最後的結果 也可以看到 這個是程式部分 這個是最後的畫面 這個環境設置大概是這樣的 請各位先試一下 這個是低階 如果你這個地方沒有跟上 後面 我看應該也玩不下去了 所以我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一 如果你剛剛做錯 到管理網站 選擇這一支筆 筆的話是 那個編輯 編輯一下 裡面的話大概就是一個兩個 這個也是一支筆 一支筆 然後這幾個 進階一下 這個測試 再來就是把環境這邊有個 切成傳統 切成傳統 然後切成分割 開一個新的網頁 叫PHP 然後把它切成分割 那等一下的話 我們要產生我們的第1個PHP程式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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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